记者王定传新北报道 51岁游姓男子是8岁女童小兰 化名的干爹 却涉嫌利用小兰及其家人信任 将小兰带到住处以手指性侵 逼小兰大三岁的哥哥英文道妹妹 每次从干爹家回来都有洗澡香味 告知学校老师全案婴儿曝光 新北地检署经一加重强制性交集猥亵 最嫌起诉游男 检警调查游男与小兰父亲是好朋友 常帮忙照顾小兰及其兄长 但她却涉嫌利用好友信任 于2014年间单独把小兰带回住处 以手指性侵 甚至以下体磨蹭小兰下体 小兰没有张扬 但她哥哥察觉怪异 发现妹妹回家时 综医洗完澡 身上还有沐浴乳的香味 向学校老师提及此事 老师追问全案婴儿曝光 游男全盘否认犯刑 坚称绝无此事 也没有单独把小兰带回家 并反控小兰说谎 小兰父亲起初态度也是骚急 认为女儿可能说谎 无限好友 不过由于有小兰证词及手写字条 验商丹加上其哥哥 学校老师等人证词 检方认为游男色情重大 因家重强制猥亵及信交罪前起诉 小兰父亲起诉 小兰父亲起诉 小兰父亲起诉